如果我剛剛比較正確的做法應該確定一個部分 就是我的F7 所以如果把複製這公司的話 記得你不要直接貼 就是針對F2 而是針對H7 然後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你就是 再把它加上這個地方 MID的這個參數有沒有 這個3我們剛剛是自己 假設都是三個字 如果不是的話你就先第一 把剛剛的公司貼過來 最早貼上之後的話 那分別改成 把零里區改成入接到 確定一件事都是要F7 不是說那個有一些是F2 這邊入接到 然後剪掉那個再貼一次對不對 入接到 然後後面的話移到最右邊 再加一個減號 剪掉再貼一次 等於貼兩次 前一次是要改入接到 然後後面這一隻直接貼就OK了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先把它向上填滿 填滿到H2的位置 這樣它就OK了有沒有 這個中下東路就OK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理論上 只要這四個字的話 它就正確了 那三個字的話呢 也原來三個字就三個字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要的這個欄位給取出來 不過這個實在是很複雜啦 相對是比剛剛前面的複雜很多 所以這裡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一樣用了 跟上一次上課用的函數是一樣 用Find If Air 跟Mid 那至於細節的話呢 我想你們自己再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大概公式是長這樣 如果你擔心做錯的話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模一樣的 一樣第十頁 就這個公式 這個你可以 不過記得這個是F2 所以你要貼的話 這個公式是放在這個H2的位置上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有這個欄位了 那如果有這個欄位的話 後面就簡單了 你就可以做後面的 這個統計分析了 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們如果有這個欄位 那一樣呢 我就利用這個欄位 做那個樞紐分析 那畫成直條圖就OK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公式試著完成看看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如果希望畫個叫做前十名的好了 不要太多錢 就是這個 路階道的前十名的直條 我畫個直條圖算了 因為我只要數量 也沒有時間概念 所以我就把前十的結果 讓我知道就可以了 我們只要想要知道說 住哪一條路上面的 這個 借道的可能性最高 不過你們也可以猜猜看 哪邊最容易遭小偷 哪邊的治安最差呢 會不會有羅斯福路呢 會不會有和平東路呢 好像感覺和平東路這邊 應該治安會比那個 羅斯福路那邊好像好一點的感覺 感覺啦 或者是說那個丁州路那邊 好像感覺治安又更 好像只要靠 新北 不能這樣講 OK 你可以讓它假設啦 因為有的時候是你的經驗 但實際上的結果是不是這樣子 不一定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一樣插入一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確認一下說 這個範圍對不對 它有選到H 所以一定要選到H 所以如果沒有選到H的話 那你樞紐分析表 就不會出現入接道了 我剛才確定 好 然後這個時候有沒有入接道 有了有沒有 如果假設 因為這個也蠻常發生的 就是你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卻發現說呢 你的這個路接道有沒有 怎麼看不到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假設 遇到這種狀況 很簡單 請各位看到 如果未來啦 目前如果沒有但沒事 如果呢 假如你做的動作沒錯 可是卻沒有看到 你希望看到的欄位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看到上方有個重新整理 你就按重新整理 它就會重新更新 你的欄位就會出現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前面有做過 樞紐分析的話 它會有一個暫存 的一個表格 在記憶體裡面 那如果假設你後面 又產生新的欄位喔 它不會自己更新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手動幫它更新一下 所以喔 這個假設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 入接道的話 那你就按重新整理 它就出現了 OK 這個因為之前有蠻常同學會問到 然後向下拉 入接道 向下拉 統計它的數量 那如果我假設要前十的話 因為你會發現也有些錯誤啦 好像刮虎它 好 那我就把它游標放B4 資料裡面呢 把它Z到A一下 OK 好 那你可以看出喔 可是底下好像它這個蠻多的 Ctrl向下 我一直到500多耶 我不要那麼多耶 我只要數量多的留下 數量少的就不要了 所以最後呢 如果你只要留下前十名的話 那之前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隱藏 不過也另外一招 列標籤右邊有一個箭頭 點一下 找到有一個叫值得篩選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前十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只是要留下前十名的話 請各位注意喔 這邊有個箭頭 值得篩選 前十項 它就會只幫你留下前十名 OK 這是蠻簡單的 值得篩選前十項 那也不是說只能留十項 你這邊可以修改數字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就留下 剛好就十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名的話 中山北路 OK 那為什麼中山北路 有七段 七條通嘛 幾條條通嘛 OK 還是那邊有很 晚上去那邊感覺好像還有一條路 林申北好像 那附近好像都不太 不太感覺好像那氣氛都怪怪的 OK 不過我們晚上沒去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還會從那邊經過 現在基本上 OK 所以會不會有這個 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們客觀一點好了 我們不要用主觀來判斷 好 那最後的話我希望 把這個畫成 直條圖的話 就很簡單 插入直條圖 或者是 樞紐分析表分析 樞紐分析圖 找到直條圖 按確定 那一樣 把這個移到 D2好了 然後這個就把它移到M20 大概啦 反正就是 跟剛剛的流程差不多 OK 然後 把它 這邊拉近一點好了 好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把它的那個 欄位名稱改一下 這個叫 這個什麼 前十名 叫直條圖 那一樣把這個 這個名稱 工作板名稱也改了 所以今天我們又增加了三個 三個工作表 分別是 歷年欠到折欠圖 各區筆圖 跟路階到前十名直條圖 然後最後把這個顏色一樣變更 粗體字 然後放大一點點 反正都長一樣 然後 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 這個圖力拿掉 圖力打勾取消 這個我覺得 加個資料表情 好像會不會更友善一點 看起來好像 更直覺啦 就上面就有數字了 那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呢 你要做一些簡報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圖 Ctrl C Ctrl V貼到簡報去就可以了 以後秀的話就直接秀這個 你就不用講太多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你簡報實在是放太多資料 反而會增加人家理解上的困擾 反而你就直接給這個 應該比較不會被挑剔啦 這是什麼 而且這個資料 頂多是說人家會問你資料來源 你就講一下資料來源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知道 看得出來 中山北路一直獨秀 而且跟其他比起來 哇 又增加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住那邊就不要特別小心 那其他還有哪一像中山北附近 羅斯福路居然也有上榜 有沒有 你排在第六名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對 第七名 OK 所以 當然你們將來如果要就是租房子的話 或者是買房子 買房子可能不太可能 租房子 然後你可以就是說盡量的話可以做一點功課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真的不要太主觀 因為都有資料可以幫你 怎麼樣判斷可以讓你盡量趨級避凶吧 應該也不用特別算命 你要趨級避凶反正你多做點功課吧 你就知道說哪些地方比較不容易遭小偷 所以其實啦 當然要能夠知道說最近的治安好不好的話 其實感覺出來治安是變比較好 但是並不代表說就不會遭小偷 所以如果你要盡量不遭小偷的話 你就住的地方盡量避開一些雷區 所以看得出來如果人家問你說 哪一區的治安是比較好的 看得出來好像什麼大同 南港 文山 應該算是治安相對好的 哪一區比較差 中山 士林 萬華 然後哪一條路上面是治安要盡量比 你會發現都是比較大的路 當然我們這種統計分析 可能還有一些不夠嚴謹的地方 如果你要讓它更嚴謹 也許你再加一些其他條件進去 所以今天的作業主要就是把這三個圖 把它畫出來 那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OK 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仿造這樣一個模型 你去做個發揮 OK 所以資料可能就是從開放平台上找找看 你有興趣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就找幾個題目 假設 因為你不知道你可以提問題 我這邊是三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有沒有 還滿好的 很簡單又明白 而且不會有主觀意識 不會說我覺得 如果你去做簡報說 我覺得你算什麼 沒有人向他聽你講 你要拿出實際上的資料 幫我統計出結果來 這才能夠說服別人 我覺得 OK 不要一直以為你是什麼 你是三body 實際上你可能也就是nobody 所以你講的話 並不能代表什麼 OK 所以今天的練習的話 主要就是把這個部分完成 然後再來就思考一下 那個其中報告部分 然後在一直到其中報告之前 下個禮拜 那就下個禮拜 所以下個禮拜 那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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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不上課的 不過 如果不上課 會不會要少一週 OK 可是你們還是要交報告 所以如果上課 你們又一個時間 所以理論上 所以就下個禮拜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其中報告 可能再進一步的 或者是再找另外一個範例好了 然後就說明 那請各位先預先準備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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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